这款软件打开之后呢,是这个 这么个页面啊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广告控除了,就是这个游戏的广告控除了 然后大家不要去点那个确认,直接点那个就是一个罢框,一个广告框面的一个空白处 把这个广告直接去掉就可以了,因为他是这样下这个游戏 但是这个大家想下的话也可以自己选择下 因为我们只是说用这款软件来自阅足嘛,所以这个游戏最好是不要瞎 我是没有瞎的 然后 找这个书商,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面所有的书全是免费的 包括在其他那个读书软件里面是那个VIP的,这里面都是有 《逗路道路》都是可以观看的 我其实很懒得看书,我一直喜欢听书 但是这款软件应该也有听书功能 但是我没有找到啊,没有找到 我们来试一下吧,它这个就是 这个圆是可以自己换的,比如说这个圆路稳定的可以换一下 就是很多语言,大家可以自己自己去换 反正呢,它这种免费软件吧,可能多少还是有一些弊端啊 有一些弊端,所以说但是我用到目前为止没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啊 还是非常稳定的 那它这个 我喜欢就是说听书啊,把它就是放出那个语言 听书,但是这里这个 可能是我用的模拟器的原因,我没找到那个就是 那个 听书啊,听书,就是说它 把这篇文章堵出来 反正就是 就设置里面,它因为它有朗读速度,它既然有朗读速度的话,我就 也认为它应该是有这个读书功能的啊 但是我没有找到,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反正就是说 这款软件还是 特别 特别是什么的啊 特别好用的 而且 广告 没有弹出广告啊,没有弹出广告,就是只有在刚 那个 安装软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软件,然后 他就是再没有 广告蹦出啊,没有广告蹦出 整个页面都是没有广告的 他只有他自己这些这个人,那个 广告 然后 他这个 有意思之处好像就是说 大家可以自己去注册,注册完以后就是根据你的时间 然后给你一些封号啊,挺有意思的一个封号 这个怎么阅读我是真没有找见的 真没有找见 好了,这块就给分享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会在视频的下方 留下 那个下载链接 如果链接 私效的话,大家可以留言啊 那我这回 就不让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了 公众号就是大家随意吧 对吧 随意关注我的公众号,然后在我的公众号里留言 也可以 找到这本书啊 然后 最近 疫情嘛 国内疫情,我在国内嘛 疫情是比较严重 大家实在无聊自己搞了一个 搭建的一个游戏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能可以大家来一起玩一玩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搭建的这款游戏啊 这就是我自己搭建的一个游戏啊 叫 奇迹MU 相信很多 八年后 的人有很多人可能 知道这个游戏啊 这个游戏 在当时 在传奇之后 还是比较火的 这个注册啊,注册啊,注册在这里注册账号 注册在这里注册账号 按照要求把那个 填完就好了 这个这上面不用管啊 这上面不用管 这个 啊 对对对,薪水注册是给这些的啊 薪水注册是给这些的 因为我不太懂这个游戏服务器什么之类 我只是说看那个 那个 这个有这个游戏 然后有这个 搭建的那个教程啊 我就跟他学了一下 结果还搭建成功了啊 所以现在就是说 刚搭建的时候找了两个朋友玩 但是玩玩 都不陪我玩了哈 现在我就有一列自己在玩 感觉和单机一样 如果大家有喜欢来玩的啊 可以 下来这个游戏 和我一起来玩啊 现在我们来进一下这个游戏 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游戏画面啊 也可以 有一些 那个 喜欢玩网游的 玩家啊 那个朋友啊 来陪我玩一玩 那个 不是花钱游戏啊 因为我不是说靠这个游戏赚钱的啊 那个 就是说大家一起鱼了一个啊 我还是 就是说 怀旧啊 怀旧一下这款游戏 游戏还做的还是比较好 相信大家烧抖音的时候可能会看那些那个 抖音上有个那个那个游戏广告啊 就是 什么各种 奇迹什么手游什么的啊 这就是根据他来的什么的啊 就是根据他 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画面什么是为了 这个游戏我玩的不是那么好 以前只是接触过啊 没怎么玩 以前只是接触过 所以说这个游戏 那不是 这个游戏 经过这几天玩一玩 现在发现 大家肯定 靠着有没有见过这种广告 就是 这个这个 黑龙博尔来的满 看什么都好 这种游戏 就是 升级还是比较快的 我现在自己玩了 三天四天嘛 就已经升到333级了 因为这个 挂在这里面自己就升级了 挂在场面 他就给新鸟的 但是升级了 但是升级300 250级左右吧 250级左右的时候就是特别骂了 但是这个游戏里面这个因为是师傅嘛 这个钱 我随便死 钱随便死 然后那个 商店里面的这个 商店里面这个 这个点可以找我要啊 要多少我给你刷多少 因为我不是靠这些赚钱的 就是说大家想玩得开心 就玩一玩 啊 要多少我刷得好 这个没有那个 大天使用武器 这个没有大天使用武器 这个就现在好像 很多版本都是有的 天使用武器 这个没有大天使用武器 我也不会加 也不会动 反正就这么玩吧 自己的武器 怎么玩 怎么开心怎么玩 对吧 好了就介绍大家 就介绍到这些 喜欢玩的 我会把我的QQ群 放到游戏 放到视频下方 喜欢玩的可以 谢谢大家